女友拿到影后的当天晚上,被媒体拍到了约会照片,模糊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正在上升期的小演员,我立刻暂停了给女友的所有资源,并且提出了分手。 她却说,能够有今天全部都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,后来,我将她的死对头捧到了更高的位置,她却被那男人骗光了所有的钱,跪在我的面前求我的原谅。 白芝上台领奖的时候,我就坐在台下,她穿着一身暗红色的礼裙,镇定地朝着台上走去,脸上的神情是沉稳而淡定自若的,丝毫不像四年前刚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那般。 哭得双眼泛红,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。 顾总,这就是您这些年一手捧红的小演员,坐在身边的老板压低了声音问我,我嘴角含笑,骄傲地点了点头,目光一刻都没有从白芝的身上挪开,她站在聚光灯下,视线透过人群与我对视。 那一刻,我甚至看见了白芝眼中闪烁着的点点泪光,今天这个影后的荣耀,我其实早就已经和主办方打过招呼了,一定是属于白芝的,但我并没有告诉她,我想,白芝也许更希望这个荣耀是靠着她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,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,但我最感谢的是我们公司的老板,顾先生,感谢他在我四年前走投无路的时候,选择相信我,支持我,如果没有他,就没有如今的我。 白芝拿着奖杯,朝着我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,在所有人寂静无声之时,我率先鼓起掌来,我和白芝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公之于众,是白芝不愿意公开我的身份。 他说,他不愿意被人觉得是靠着我的关系,才获得成功的花瓶。 我虽心中稍有不满,但也明白白芝对于演戏的执着。 没有拆穿这个谎言,颁奖典礼结束已经是深夜了,我早早的离场在保姆车内等待着正在和众人寒暄的白芝,不知道过了多久,白芝才终于提着自己的裙摆朝着我走来, 他的鼻尖被动得通红,但还是朝着我笑着,眼睛亮闪闪的,格外好看。 顾先生,主办方说一会儿还有个聚会要参加,要不你先回去吧。 不用等我了,白芝从来不在外面叫我的名字,从来只是顾先生这样叫着,虽然圈子里有些人已经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,但这层窗户纸没人捅破。 那便无人会戳穿,我皱起眉来,拿起边上的西装外套披在了白芝的肩上,你的经纪人怎么做事的,这么冷的天让你穿这个礼服就出来了,白芝中了中衣服,无所谓的摆了白手,还是顾先生贴心。 不过我没事了,那我先走了。 嗯,少喝点酒,我一直注视着白芝的背影,直到她彻底的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,关上车门,司机轻声问道, 顾先生是回顾家那里,还是回公寓,公寓是我和白芝一起住的地方,虽然自从白芝开始在娱乐圈走红之后便到处去工作,回来的时间少之又少,但我还是为她准备了一套房子。 只因为白芝曾经告诉我,她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离婚了,她一直都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,想到在我面前卸下一切防备的白芝。 我柔和了神色,去公寓吧,今天这样大好的日子,我不希望白芝在回来之后一个人度过,路上,我打通了白芝下一部戏导演的电话,张导,您的下一部戏, 我不希望看见陈玄,您知道的,她和白芝一向不对付,陈玄是白芝一直以来的死对头,二人的风格相似,在很多资源上都有竞争,再加上陈玄并不喜欢白芝,很多时候都对折白芝恶言相向,在白芝和我在一起之前,她从来没有赢过陈玄,只是现在,二人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咔位的了。 这,好吧,顾总,那投资方面,放心吧,有白芝在的去,我一定会投资到底,挂断电话,车子已经开到了公寓楼下,我打开了许久没有住过人的房门,好在日日都有请人来打扫,屋内仍旧是一尘不染。 白芝今天为了这个颁奖典礼,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,为了让她晚上回来之后,不至于犯了胃病,我特意点了生鲜的外卖,趁着她还没回来的时间,做了一桌子的菜,甚至还让司机从我的家里拿了一瓶上好的红酒来,可一直到了凌晨,桌子上的菜已经完全冰冷。 白芝也仍旧没有回来,给她发去的消息时辰大海,一直没有人回复,我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的打开了手机,只看见微博热搜上赫然挂着白芝恋情曝光的话题,我的心咯噔一下,立刻点了进去。 但那曝光出来的照片并不是我所想的我与白芝的合照,而是她和另外一个男人,背景,是在一家酒店门前,我立刻就觉得白芝背叛了我,但下一秒这样的想法被我抛至脑后,八卦媒体根据一些照片捕风捉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,我怎么能因为一张意味不明的照片就怀疑白芝对我的忠心呢? 说服了自己之后我仗出了一口气,开始想要探知照片中那个男人的身份,这件事情并不需要用太多的精力,底下粉丝的评论已经将所有我想知道的信息都告诉了我。 那个男人叫周崇洋,是从爱豆转型到演员的,也是白芝上一部戏的同事,只不过他饰演的角色只是一个出场了没几次就死掉的炮灰,因戏生情。 白芝不是这样的人,我虽然不愿意相信白芝会背叛我,但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微博,惶恐的等待着后续,直到十分钟左右之后,那家八卦媒体又一次发布了照片。 这一次,照片拍摄的清晰许多,照片里,白芝似乎是喝多了酒,双腿无力地倒在周崇洋的怀中,而周崇洋的一只手搀扶着白芝的腰,另一只手正抚摸着他的脸。 如果说这张照片,还可以说是白芝喝到不守人士,被周崇洋占了便宜,下一个长达十秒的视频,就已经足够看出二人的情深意切。 他们在酒店门前接吻,白芝的双臂死死缠着周崇洋的脖梗,身上没有脱掉的红色礼裙,甚至肩头还披着我的西装外套,看着就像是电视剧一般的场景。 如果视频里的女主绝不是我的女友,或许我也会欣赏一会儿,视频播放到第二遍的时候,自动暂停了,微博瘫痪了, 我走到窗台边点燃了一根香烟,打开的窗户涌进冰冷刺骨的寒风,让我原本浑浊的大脑清醒了些许,说真的,我想不明白,白芝出轨周崇洋,一个到了如今还名不经传的小演员,图什么呢? 难不成是图对方年轻好看,但说实在的,我也不比娱乐圈里的一些明星长得差劲,总不会是为了该死的真爱吧。 我自嘲地笑了笑,燕已经点燃到了尽头,拿出手机,我打通了白芝的电话,电话响了许久才被人接通,白芝的声音听上去带着粗重的喘息,甚至还有些娇软。 不用猜我也知道,他和那个周崇洋在做些什么,念极致死,我手上的力气更加的大。 顾先生,有什么事吗?白芝的声音听上去,甚至带着明显的疏离,我看像餐桌上费了很大劲才做出来的饭菜,只觉得自己就像是小丑一般的可笑。 白芝,你和周崇洋的照片被人拍到了,微博上现在吵得很厉害。 作为你的老板,明天上午十点,我要在办公室内准时看见你,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没等白芝的回应,我立刻挂断了电话。 是的,就算我不是他的男朋友了,至少我还是他的老板,我将桌子上的饭菜全部都倒进了垃圾桶里。 我想,他今天不会回来的。 可我没有想到,第二天一大早,我等到的,竟然是他承认了恋情的回应。 是的,我有一个男朋友拿在手中的黑色水笔吊在了桌子上,在面前的白芝上画出了一条很长的痕迹。 我看着底下照片里,白芝和周崇洋脸上甜蜜的笑容,心中的嘲讽和苦涩越来越大。 微博底下的热评第一条与我有关是白芝的老粉。 啊,我一直以为白芝姐姐和顾总是一对,我磕得CP她防了,感谢支持,但我和顾总一直以来都只是好朋友。 自知的回复,透露出一股官方的气息,好朋友,四年的相伴,期间这样多的时光,在白芝的眼中,不过只是一句好朋友罢了。 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,我暗灭的手机抬起头来。 就看见了开门进来的白芝,顾总,她看着我,眼神之中透露出一股冷淡和疏离,我是以白芝坐在了我的对面,看着她那张我在熟悉不过的脸,此刻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,白芝沉默了片刻,随后才回答道,大概两个月之前,两个月,恰好是白芝拍摄上一部剧的时候, 那部古装剧处处都要求真实感,故而白芝去荒郊野外拍摄了很久,我也不是没有去探班过,只是每一次去白芝都不允许我去现场,原本我是以为她担心别人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。 现在看看,她是害怕我发现她和周崇阳之间的关系吧,我握紧了手中的水笔,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平淡,为什么? 白芝,我自问对你不错,我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,学生时期因为忙着读书,压根没想过恋爱的说法,后来上,那大学确实有追求我的女生,但那个时候一心一意都铺在了创业上。 孤儿也对恋爱没有多余的想法,在后来创业成功,我又想方设法地希望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,每天忙着工作,别说恋爱了,就连睡觉在我看来也是浪费时间。 这么多年下来,唯一一个让我动心的人,就是白芝,我唯恐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受到委屈,恨不得将她想要的一切都捧到她的面前,我不知道别人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,但在我和白芝的关系中,我想我做到了能做,到的一切,听到我的问题,白芝皱起眉来,抿了抿唇,顾总,没有什么为什么, 因为我喜欢她,周崇阳和你不一样,她陪伴在我的身边,相信我的一切,总是夸赞我,鼓励我,这让我觉得很开心,不就够了吗,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白芝,甚至觉得有些可笑,只是因为如此,她就爱上了周崇阳,这一刻,我甚至觉得白芝原先对我的感情,或许本就不深刻,所以才会这样容易的, 被人所取代,顾总,我还有件事想请您帮忙,我的下一部戏男主迟迟未定,我觉得崇阳就很适合,能不能麻烦顾总您和导演,说一下,她,白芝的语气里充斥着心安理得,就好像只要她开口了,我就一定会答应一样,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,白芝,你没问题吧,我凭什么要帮你,别说周崇阳只不过是一个小演员,以她的咖位和能力,根本不可能担任男主角的身份,就说你和她出轨背叛我这件事情,我就不可能会帮她,我自问不是什么崇高的人, 原谅白芝和周崇阳对我而言,至少目前为止我不能做,道,白芝听到我所说的话,立刻瞪大了眼睛,崇阳很有天赋,她会是一个很好的演员,顾总,您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而影响,道工作, 我保证崇阳会给这部剧锦上添花,如果您不让她加入,那么很抱歉,我想我不能出演这部剧了,白芝的双臂还胸,眼神之中是明显的傲气,到了如今,我真的很后悔,当初给白芝为资源的时候,为了保护她的自尊心,竟然,没有将事实告诉她,以至于她如今变得如此的高傲, 别怪我没提醒您顾总,以我如今的身价和地位,如果我霸演,导演那边是说不通的,这不具是您投资的吧,如果您答应了我,她会为您赚很大的一笔,那你别演了,我打断了白芝的话,她原先还沉浸在自己的沾沾自喜之中,听到我的话之后,立刻瞪大的眼睛,顾眼你什么意思? 你以为我不敢霸演吗?我看你没了我,还能找到谁出演?白芝疼地站起身来,脸上满是怒气,我想我当初确实太纵容她了,才让她如今,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? 还没等我回复,办公室的大门就被人用力推开,陈玄大步走到了我的面前,双手砸在了我的办公桌上,声音质响亮,几乎要先翻房。 顶,顾眼,你凭什么让导演撤掉我?你知道为了这个角色,我花费了多少心思吗? 陈玄的眼中含着泪水,双唇紧抿着,我心中顿时有了想法,谁说我找不到人的? 陈玄,我撤掉你的原因是我需要你出演女主,我的话音刚落地,办公室内就陷入了一片寂静,白芝和陈玄都是不敢置信地看着我,只是不同的是,陈玄的眼神之中带着惊喜。 顾眼,你会后悔的。 白芝咬牙切齿地,转身就直接离开了办公室,将我的门摔得坐下,他离开之后,陈玄用怀疑的目光看向我,开口问道,你,你和白芝吵架? 我低下头苦笑了一声,吵架,他出轨了,陈玄的嘴巴微张,看着竟然有些出乎意料的可爱,出,出轨,我还以为你们是恋人的事情。 只是大家传的八卦,原来是真的。 或许是有些事情,在我的心里憋了太久,如今突然有人问起,我竟然有些收不住字,挤得嘴巴。 是啊,我们在一起四年,结果他告诉我,他觉得周崇阳更能够让他快乐,四年的时间,我把他从名不经传的小演员捧到如今的位置,结果呢,他当我是。 工具人啊,我看着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着的,我与白芝的合照,语气平淡,然后将那相框直接扔进了桌子边上的垃圾桶里,陈玄的眼神复杂,但到头来还是叹了口气,声色的安慰着。 你也别太难过了,至少你还有钱是不是,但你为了白芝,针对我这件事情,真的是有点过分了。 顾总,我就是个小演员,虽然我确实不喜欢白芝,但你至少给我留口饭吃吧。 陈玄提到此事,我也有些心虚,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尖,对不住,但当初白芝和我说你在剧组霸凌他。 我,什么,霸凌,我哪里有这个时间和精力霸凌他,我进娱乐圈是为了出人头,递的,不是为了来打压别人的,莫名其妙。 总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四年前搅黄了他想靠钱规则上位的事情吧,陈玄的声音很轻,但还是被我听清楚了,我手上的动作一顿,抬头问道,什么钱规则? 也许是我的神情过于严肃,陈玄愣了愣,才回忆到,四年前我和白芝都才刚刚进入娱乐园,只能演一点女恩号什么的。 但白芝野心很大,为了用最快的速度爬上去,竟然主动参与了导演的聚会,我那天刚好路过,看见白芝被那导演抱,这,以为他遇到危险了,就上去救他,没想到后来还被他骂了一顿不识好人心。 我在陈玄的阐述之中,逐渐出神,四年前,我刚刚遇到白芝的时候,也是在饭店门口,他坐在台阶上擦眼泪,告诉我,他差一点被人侵犯,那个时候,我被白芝眼底的执拗和光亮所吸引,以为他是难得一见的茉莉花。 可,原来,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,就错了,不好了顾总。 助理推门而入,语气里满是焦急,却在看见陈玄之后,闭上了嘴巴,我摆了摆手,道,如果是和白芝有关的事情,你说吧,助理犹豫着,将自己手中拿着的平板放在了我的面前。 是白芝刚刚前不久发送的微博,内容很简单,只是抱歉自己没有办法饰演原本定好的角色,字里行间都是我因私人感情迁怒语,他,撒掉了他原本的女主角之位,语气里的委屈几乎要通过屏幕一出来。 底下的评论也都是白芝的粉丝在安慰他,不少人艾特了我们公司的账号和导演的账号,要求我们给个说法,更有甚者,说我因对白芝爱而不得,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想要报复他。 则则,白芝的这一手绿叉装的可真好,顾总啊,你现在算得上是马师前提。 了,陈玄看着自己的手机摇了摇头,声音里少不了幸灾乐祸,但也不怪他,毕竟我和白芝在一起的这四年,没少让陈玄受苦,看着不断上涨的热度,我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根录音笔,连带着平板一起递给了助理,立刻去公关,将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,毕竟身处娱乐圈内。 多少得留下一点保命的手段,自从三年前,有女演员买通了八卦记者,闯进我的办公室,意图炒作舆论,说我潜规则,他之后,我就有了在办公室内放录音笔的习惯,这个习惯连白芝也不知道。 只是我从来没有用上过,没想到第一次用上,就是用在白芝身上,好的顾总,但白芝那里,我们需要维护他的利益吗? 助理小心看向我,我一愣摇了摇头,不必,他竟然不把公司放在眼里,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维护他,白芝的所作所为,已经破坏了我们所签订的合约,公关结束之后,去找律师,准备。 让白芝付违约金,好的顾总,听到我的话,助理终于放下心来,走出了办公室,陈玄挑了挑眉,道,原来你也不仅仅是个恋爱脑啊,我看向陈玄。 上下打亮了他几眼,陈玄与白芝的风格确实很像,不一样的是,陈玄的个子更加高挑,五官也更加厉,提,看上去比自知更多的一丝凌厉感,没记错的话,你现在还没有签公司吧? 陈玄警惕地看向我,问道,干什么,收拾收拾,准备升咖,助理将录音笔内白芝,找我大放厥词的内容,原封不动了。 全部都放到了网上,一时之间,所有的舆论全部都倒台了,不少人都说白芝耍大牌恋爱脑的,更有甚者,说他不顾从前的情谊是个白眼狼的,虽然仍有不少脑残粉维护白芝。 但总体来说,白芝的路人员一降再降,公司趁热打铁,以白芝污蔑公司为理由,控告他损害公司利益,强制解除合约并且要求他赔付违约金。 我对白芝最近这些年的工资很了解,他确实赚了不少,但因为往日没有攒钱的习惯,花钱又大手大脚,所以留在身边的流动资金并不多,我知道白芝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,所以索性留在办公室内等着他的大驾光临。 当天下午,办公室外面便传来了吵闹声,没过多久,头发凌乱的白芝就推开了我的办公室门,身后跟着一样气喘吁吁的住,李,顾总实在是抱歉,白小姐他,没事,你出去吧,白芝喘着粗气瞪着我,身边还跟着为了他保驾护航的周重阳。 他大步走到我的面前,俯视着我,顾言,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? 我靠在椅背上,眼神嘲讽地看着他,懒散道,什么资格,白芝,需不需要我提,行你,我是你的老板,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和掌权人。 我站起山来,面对白芝的质问,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,站在白芝身边的周重阳,搂住了他的肩膀,眼神坚定,顾总,我知道您对我和白芝在一起的事情,心中有怨恨,但这和白芝无关,是我,想要和他在一起的。 这么多年,白芝为了公司带来的利益和荣耀,我想您也看在心里。 今天的事情是,白芝做得不对,但顾总您这样做,是不是太过分了呢?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重阳,他确实年轻,脸上都是慢慢的胶原蛋白,也难怪他的粉丝们为了他的脸如此疯狂, 但周重阳的演技实在是拙劣,如今看向白芝的眼神里,没有爱意,只有满满鹅野心和算计,这样一看,他与白芝倒也是般配的,利益和荣耀,需要我提醒你们吗? 如果没有我,白芝,你现在只不过还是一个小小的演员罢了,哪里能有现在的位置,白芝听到我的话,胸脯其伏的更加的厉害。 他举起手来指着我的脸,声音洪亮,因为你,顾言我有现在的一切,凭的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和实力,和你没有任何关系,我耸了耸肩,道,随便你怎么说,白小姐如果没有别的事情,我还有合同要,签,麻烦您带着您的小白脸滚出去,行吗? 什么合同,白芝警惕地看着我,我拿起自己桌子上的合约晃了晃,既然你解约了,我总需要一个人来取代你的位置吧,你找了。 白芝的话还没说完,陈玄就敲了敲办公室的门,我说顾总。 我都等了十几分钟了,还没处理好,白芝的眼睛在这一刻瞪得很大,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,就好像我才是那个背叛了。 我们之间感情的人,好好好,顾炎,你会后悔的。 他说完这句话,便扬长而去,周重阳跟在他的身后小声安抚着,没多久,白芝就挽住了周重阳的手臂,和陈玄签约的过程格外的顺利。 当天晚上,陈玄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这件事情,而我们公司的账号随即转发,白芝也没有错过,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莫名的文案,像是在暗示他被人抛弃的。 痛苦,陈玄和我们公司的微博立刻被白芝的脑残粉攻陷了,我本还有些担心陈玄的心理承受能力。 他却告诉我,这些年早就已经习惯了,我心中有些愧疚,更加坚定了要捧红陈玄的决心,经此一闹,即将开拍的大批改编的电视剧,也很难由我指定女主。 我在咨询了陈玄的意见之后,索性和导演策划了一个直播的选角,让观众们来挑选出自己内心的女主,不出所料的,白芝也出现在了现场。 他已经付清了违约金,听说为了凑出这笔钱,还卖了一两处的房产,当初离开公司的时候,他还想带走四年前我为他配置好的团队,却被经纪人一口拒绝了。 白芝心中恐怕怒意只声不解,再一次看见我,眼神之中的恨意都快一出来了,陪他来现场的人自然是周重阳。 二人手牵着手,看着好不甜蜜的模样,甚至还几次,在我的面前公然接吻,乖乖,实在是辣眼睛,我不会长真眼吧,顾总。 一,陈玄在我身边吐槽着,还动作夸张地让我看他的内眼睛。 我知道,虽然他嘴上不说,但却是为了让我不要过于难过,我也确实被陈玄的动作逗笑了。 是戏加油,放心吧顾总,不会让你的投资打水漂的,陈玄也确实说到做到了。 他的是戏片段,比起白芝不知好了多少,几乎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的,结果出来的那一刻,白芝倒退了两步,难难着,不可能,这怎么可能,我,我是影后啊,我怎么可能,影后,你以为没有顾总之前为你保驾护航,就你这样辣眼睛的演技,能挤进衣,线,陈玄站在一旁冷嘲热讽, 白芝扭过头看向我,眼神里满是迷茫,保驾护航,我叹了口气,并不打算解释什么,只是伸手招来了陈玄与导演韩轩的几句,约定好了开机日期之后,便带着陈玄离开了。 白芝世系的片段,被网友们做成了恶搞视频,在网上大肆地传播着,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,竟直接将制作视频的人告上了法庭,这样一闹,白芝彻底成为了演戏难看,还心眼小的内鱼老鼠史。 但他毕竟出道多年,无论如何也还是有资本在的,再加上和周崇阳恋爱的热度高,拘不下,虽然找上门的剧本少了很多,但至少还有恋爱综艺来邀请,而陈玄在几个月之后成功进组, 不得不说,捧陈玄要比捧白芝轻松太多了,他聪明又肯努力,在剧组也是所有演员的开心果,只要我给一点点的资源,陈玄都会紧紧抓在手里,用一切的手段往上爬,而与明显进入上升期的陈玄相比,参加恋爱综艺的白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在每天24小时的镜头下。 周崇阳对他的耐心和宠溺并没有维持太久,当代网友们都是福尔摩斯,很快周崇阳对白芝的真情就遭到了怀疑,甚至有人落评,他只记得眼单纯了,却忘记了掩爱他的眼神,与恋宗同时出现的,是网上突然开始热度高涨的一段拉廊视频剪辑,视频的主人公不是别人,正是我和白芝, 毕竟当初,我和他也有不少的CP粉,有人将视频里我看白芝的眼神,和周崇阳看白芝的眼神剪到了一起,并且配文爱与不爱,真的很明显,那段时间,关于我和白芝,究竟有没有在一起的讨论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? 连白芝都忍不住下场回应,只是他的回应模棱两可,让人看了觉得是我对不住他,再先,不得不说,白芝很会吵热度,这一条微博一发,他又在热搜上住了很久,加上他在微博上替周崇阳的辩解,很快他的粉丝们就又一次被洗脑, 甚至开始骂,我是不负责任的渣男,就连陈玄都莫名其妙变成了插足的小三,一次公开活动上,陈玄被白芝的偏激粉丝砸伤了头,进入了医院,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正在公司开会,立马匆忙结束了会议,赶去了公司,陈玄的头上包着纱布, 躺在病床上,看见我之后,眼神惊讶,顾总,你怎么来了,我听说你受伤了,来看看你,没事吧,陈玄一愣,立刻笑着白手,没事没事,能有啥事啊,很快就会康复的,不会瘾,想给顾总赚钱,他对折我眨了眨眼睛,神情戏谑,可我却笑不出来,坐在了病床边的椅子上,问道,陈玄, 我和白芝在一起的事,后没少给你添麻烦,你为什么愿意加入我的公司,当然是对我有好处啊,顾总,您的公司在娱乐圈这么多人挤破了头都想见,您看上了我是我的福分, 至于那点破事,我早就忘了,人嘛,怎么能够和钱过步,去呢,陈玄笑着,但我却感觉到,她的笑容里有太多的苦涩, 你为什么这么想成名,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,我见过太多对出名有着执溜的人,但陈玄这样的,我却是第一次见,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了下去,低下头看向了自己的手, 我,我很小的时候,我爸妈就离婚了,我跟着我爸一起生活,后来,我爸也生病走了,我很想我妈,但我找不到她,带我进卷的心探说, 如果我站得够高,或许有一天,我妈会看见我,陈玄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,可我的心中却格外的心疼,一个是为了她的身世, 第二个,是因为这个故事,白芝曾经同我说过,放心吧,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,我公开了自己曾与白芝恋爱过的消息,四年前,我遇到了一个女孩, 我以为她善良,温柔,所以我们在一起了,为了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,我甘愿成为那个保驾护航的身后人,可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, 我以为的事情从头到尾,都只是我以为而已,那个善良而鉴定的少女,从头到尾,都另有他人,这是我的微博发送的第一个动态,发送一成功,就有不少曾经合作过的导演与广告, 商纷纷转发,字里行间都在证明我所说的都是事实,那些转发的导演,无一例外,都是我曾为了白芝联系过的, 拜托过的人,微博的热度越来越高,不少人通过我和白芝这段时间的事情发酵,推测出, 他与周崇洋在一起的时间,还没有和我分手,甚至有些显微镜网友,重新欣赏了二人定情时候的照片,发现了白芝肩膀上披, 折的外套是属于我的,一时之间,白芝树立起来的受害人的形象轰然倒塌, 所有的舆论全部都反噬到了他的身上,他所参加的恋爱综艺,只要他与周崇洋出现,弹幕上必定都是骂声一片, 一看这个架势,综艺的导演大概也是害怕了,紧急叫停了拍摄,而陈璇反倒因为这一次的舆论被心怀愧疚的网友们捧上了天, 肉眼可见的热度更高了,刚刚出院的陈璇看着自己不断上涨的粉丝数量,笑得合不拢嘴, 顾总啊,我还以为你当初说让我抬咖是骗我的,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是我小看,你了。 我忍着笑意看了他一眼,道,等新剧派完播出,你的咖位只会更高,顾总,这辈子我跟定你了。 陈璇看着我的眼神坦荡,我却在这样的眼神之下慌张地躲开了视线,白芝彻底从网友们的视线之中消失了, 虽然还会继续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日常动。 太,但热度和评价都大不如从前,只是他与周重阳的恋情仍旧没有结束,倒像是苦难夫妻的模样。 只可惜,我对周重阳原本有所好转的印象还没维系太久,周重阳就被媒体爆出何起, 他的女人回到了同一间屋子里,轰轰烈烈的周白莲拉下了帷幕。 而我再一次看见白芝是在陈璇杀青的宴会上,因喝多了,酒我独自一个人到外面吹风, 却看见有人在我的车子附近鬼鬼祟祟的东,张希望,你在干什么? 我冷不丁开口,将那人吓得一大跳,他转过身来看我,却是白芝的脸,但他与从前变了很多, 原本就为了上镜而轻瘦的脸,如今看着越发的瘦弱,甚至有了些营养不良的模样,双甲凹陷,连眼睛都失去了光彩。 顾眼,阿眼,阿眼你帮帮我吧,我求求你,求求你帮帮我。 八,白芝一看见我就扑上前来,拉住了我的衣服,眼中的泪水大颗大颗落下,我下意识皱起眉,问道, 你这是怎么回事?我的话似乎打开了白芝的心房,他哭着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都告诉了我。 原来当初,白芝和周崇阳被炼宗踢了出去,那导演负了一部分的酬劳之后便不愿再,让他们参与, 而原本和白芝约定好的一些广告也都纷纷毁约走人,他失去了所有工作, 就在这个时候,周崇阳提议让白芝退居幕后去进行投资,成为资本,白芝心念一动,就答应了这个提议。 只是他不知道,所谓的投资不过是周崇阳骗钱的手段,他用压根不存在的皮包弓,撕骗走了白芝所有的积蓄, 然后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,潇洒地离开了,那你去报警啊,找我干什么,白芝听了我的话,哭得更加厉害。 我去了,可警察告诉我,所有的投资都是我主动进行的。 不构成违法,这个,钱,我要不回来了,他的脸上满是泪痕,我却无动于衷,直到最后,白芝似乎看出了我的平静,竟然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。 阿言,我知道以前是我不识泰山,是我太高看自己了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,妈,顾总,顾总我求求你了,你再帮我一次,就一次,我保证我一定不会再犯错。 白芝跪在地上,一点点的朝着我挪动,我的身后转来陈玄的声音,语气亢奋,顾总,干什么呢,等着你上台致辞呢? 来了,转身离开的时候,白芝抓住了我的裤脚,我却没有回头,白芝机会只有一次,他的哭声压抑而痛苦。 后来,白芝仍旧在娱乐圈混迹,只是他从女主变成了女主身边的丫鬟,那张脸也变,得面目全非,而又一年的影后评选,陈玄站在台上,看着我眨了眨眼睛,亲爱的顾总,这个奖项您没有给我开后门吧,不过开了我也不怕,因为我的演技,诸位有目共睹, 她笑着,笑容张扬,却无人敢说她太高傲。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,陈玄裹着棉袄,抱着奖杯走在我的身边,顾总,另有其人的其人,是谁,我偏头看向她,月光洒在她的脸上,如此的高贵而美丽。 陈小姐,收拾收拾生咖,我都是影后了,生到哪里去,生到顾夫人,如何,而我终于在第五年,找到了我生命中真正的璀璨珠宝。